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邱小姐? 我是邱小姐 胡小姐 你好 邱小姐 邱小姐 你好 邱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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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门一路就叫他 175 或1751 175 入院的每一年 我这门ensed 应该就戴着他 还是带着他这里 175 你在汽车 两个九龙八牛 先升 加一 怎樣部署,郭先生 其實現在很難看,因為沒有政策出台 你汽車工業在經濟下限當中是一定受影響的 你不同溫種的時間,有汽車下向 和冬騎士細補白,政策不斷出台 汽車銷程也相對比較理想 現在看吉利股價的表現 的確是持續向下視低位 如果你是純粹是炒的話 留意,近日有低位,輕輕穿2.98之後 見到2.94 如果不想持續,穿2.94 只蝕了算數 但我自己覺得 股價其實已經跌了很多 有4.7.5跌下來 就算你說銷程稍為欠理上 已經是反映了 不過很多買貨的投資者買完之後 都覺得這個價今日又跌,明天又跌 渣渣渣是沒有信心 如果你沒有中線持有的心態 你現在入市是自己吃虧的 因為今日陰光一兩格 明天陰光一兩格 後日升一格 再後日陰光四五格 你這樣陰光發一個星期之後 終歸陰光幾格 你是不是都要走 與其是這樣 不宜觀望就算了 但是如果你說4.75元 或者4元 在阻礙的吉利汽車 來到現在已經跌了20幾% 和40% 其實已經是相當深的了 就算你說銷程欠理上 或者那個業績稍微輕輕放慢 已經是反映了 可以中線持有的就最好中線 不過我首先說 股價仍然反覆帶遠 你做好心理準備 如果不想渣渣的話 穿兩個九號四就止蝕算數了 好嗎? 好,胡小姐 好,未有貨創為數碼751 跌了4%下來 跌1號六指 最新部位3.53元 為什麼跌下來呢? 因為都出了最新的6月份營運數據 說到電視機銷量跌了兩成那麼多 當然,看到這個消息 都令股價跌下來 沒有貨可以買一點嗎? 沒有貨當然不買 6月份電視機銷程同比跌了21% 7月份再跌 因為現在你買了兩隻股份 你都會選擇 溫總的時候 汽車下鄉 最好是吉利的 自己品牌 家電下鄉 當然是創為數碼 和TCL多媒體 但現在沒有了 沒有政策出台 即是經濟如果進一步下限 中央可能暫時來說 都是會按兵不動的 既然沒有政策出台 電視機的消程 暫時來說 在現在這個氣氛當中 一定會受影響 所以 如果你是買來純粹買來炒的話 你不要搞了 就算你說炒幾格的話 老實說 我就一定要給你一個止虧位 三個四十四是近期的低位 或者一個月內的低位 一跌穿了 一毫子你就要給它 但如果你說 我是中線持有的 問題就不大 不過到底跌下去的 還有一毫子還有兩毫子 還有多少呢 是沒有人知道的 你熬不熬得住 這個才是成為問題 不是單是股價跌 我熬不住 或者你熬不住 有時市場的氣氛比較薄弱 一攤下去可能是兩個星期不定 兩個月不定 握得很悶 到最後你真的不想握 埋了去算數 也不出奇的 純粹短炒現在這個氣氛 似乎就不是事後 不過如果你是覺得 現在三個五澳嶺的價格 不算很貴 買點薄也無相關 也不要緊 我不反對 三個四十四是指示位 跌穿了你的指洩 初步看上去 大約三個七度 如果是去到三個七 三個七度 尊細是短炒的 那你也要計算 好嗎 OK 好 還有其他事情嗎 其實第一 我就不會見你減遲的 你不需要再問我了 到現在的價格,4倍多市盈率有7厘的股息 要減持?要減持也不是現在的一分鐘減持 就只是持有7厘的股息 相對來說,2號多支息 持有幾年的那幾號指價,什麼都回來了 我不相信這幾年股價一直在3元低迷 不會升的,不可能的事 一年當中總有一兩個風浪是上升的 到時才把握機會高價走 現在的一分鐘暫時先觀望 不過老實說,是很便宜的 但你買完之後,或者低位再賣 你沒有心理準備是中線持有的話 你會拿到你悶了,這點要留意 暫時先觀望 好,多謝胡小姐你的電話 答完就是電話方面的情況 不如看看電郵,何小姐先回答 馬國Sir是67號旭光 有貨分兩注就入了 分別買入價是1.492及1.58 就是兩注馬入作 想問郭Sir應該怎樣部署好 看回現格 最新來說,去到1.44元 沒有升跌,怎樣部署這隻? 如果你是純粹是短炒的話 其實都不是很難 一個月的低位是1.29元 其實來說,這個是讓你參考一個即時上的止虧位 不對板跌穿1.29元的話 在那一刻來說,可能的指數已經是慢慢地落回10天線流下了 你就考慮止虧了 暫時的阻力,都應該是1.46元 如果過得到的話,應該高一點點,1.53元 所以,形態上有機會會進一步下限 所以,風險管理做到足 放回1.29元來做個指示 好了,撇除這些,不要說 看看基本因素 以往即來說,5倍的市盈率 5厘的股息,其實來說是進可供退可守 浴缸是做一些芒燒的,例如洗衣粉的粉末 奶粉的粉末那些 但這個不是只有他做的 很多人都做到的 反而有一個叫PPS的內延索料 他早年收購了那個業務 或者將業務放在集團裡 那個是內延索料,其實不是每個人做到的 如果不介意的話,就渣心一點點 不過我先說明,渣心一點點是時間可能很長的 期間股價可能穿一穿一百 一個三毛九甚至乎要求一個三毛子 一個二毛九都不奇怪 因為整個大肆氣氛暫時來說是相當不穩的 還有一件事,中央的政策 始終來講,都是傾向於整頓那邊多些 整頓過後當然好 但整頓期間是痛苦的 熬不熬得過,就真的看自己 我覺得,如果拿貨不是太多的話 就慈應保財算數,好嗎 多謝何小姐你的電郵 阿Sir,你提到旭光,剛才你提到主力的產品是PPS 我先看看相關消息 之前來說,PPS這個相關產品 被公送部列為十二五規劃 一些新材料重點的產品 也看到當局也積極鼓勵用 我想問郭Sir,接下來下半年的需求又大不大呢? 因為你也提到用途方面都非常好 現在性能強 會否可以衝勁PPS方面的用途 怎樣看你的前景 其實是用途很廣泛的 大家知不知道什麼是來源的索料 我曾經去過,應該是四川成都去看過 但由於那邊的生產各樣東西 很多是軍事的用途 變成我不可以看 不過呢 我也有幸去拿一些索料給我 當時我試過,拿打火機去點 它是著火的 是燒的 我將打火機一抽走 它自動關掉了 這個其實來說 很大程度上是軍事上的用途 內延的索料 或者不是那麼容易著火的索料 例如飛機 內殼裡面有一層東西 也是PPS的索料那類的 最近好像飛機不是在洛杉磯那裡 三藩市出市 每個機頂不是燒到是通了 如果都是用內延的索料 如果你說沒有這個內延的索料 整架機身已經燒了 老實說 軍事上的用途是比較廣泛的 我覺得這個投資的價值是相當高的 你說環境好環境不好 芒燒那邊 奶粉或者洗衣粉那邊的燒程 肯定會受影響 但是因為PPS不是每個都做得到的 日本都是只有一間公司可以做到的 中國也是只有它做到的 我就覺得 那個投資的價值是相當高的 不過現在市場氣氛不好 就真的沒有辦法了 況且現在這些價錢 一個多元錢的股價 在市場比較低迷的情況下 拿貨的沒有心機 想買的總是放低賣 令到氣氛就越來越薄弱 但是這個業務 其實就不是太受市場經濟所主導的 因為它是軍事上的用途 簡單點說 阿爺落單就有生產 不過價格就不會說 要賺多少就多少 始終跟國家做的話 有時候的毛利都不是太高 好,謝謝郭先生 在最新的股東會 管理層也有說到 他們旗下的PPS產品來說 因為日元的匯價下跌 令到他們的價格下跌了五個點子 因此都會加大 PPS方面收入的佔比 由去年的佔比65% 希望今年繼續增加 而且說到國家政策扶持方面 所以就說 PPS的價格穩定 對前景都是非常樂觀 或者家庭觀眾都可以留意這一點 好,謝謝郭Sir 就在67號旭光方面的前景分析 我們剩下的時間不多 也不夠15分鐘的時間就會收市 不如郭Sir也說到大事方面 因為成交金額都非常薄弱 到現在這一刻 就是去到這個市分來說 3點50分左右 成交金額都不夠400億 郭Sir,你見到恒指方面 正在升94點 到20679點 怎樣看呢? 上個禮拜來講 都有一種乾燥的情況 似乎今個禮拜都要延續著 暫時來說沒有方向 如果你問市場會是升或是跌 其實真的不能回答 因為指數現在這一分鐘 就剛剛走在10點和20點線上 但是由於成交金額都還是比較薄弱 沒有什麼動力向上推 所以變成仍然處於等變之中 直到現在這一分鐘 7月份的市是由2號的高位 21,004點 跌到3號的低位 20,119點 簡單來說 在這885點的波幅裡面 其實指數不論上升或者下跌 其實是沒有意思的 當然最最後不是穿頭就一定是破腳 問題到底是穿頭還是破腳 這一分鐘暫時看不到 不過我自己覺得 如果指數仍然在咬著 而成交持續還是萎縮 一旦內地有什麼稍為利淡的消息 或者因素出來的話 市場試一試低位絕對不出奇 很簡單說 一個月的高低位是不可能黏在一起 我不管2號高3號低 或2號低、3號高一定不可能 一定是抹闊的 既然是這樣的話 剩下來只有一個問題 到底21,004點是否今個月的高位 直到現在也是 如果往後真的是高位 今個月的低位很大機會會跌穿2萬點以下 因為每個月一定會有波幅 如果今個月的低位是2萬119點 不會再低過這個指數的話 只要有千多點的波幅 指數已經可以踢穿或升破21,004點 不過即使是這樣 都是技術上有因素 很多時候牛政多市是向下行的 紅政多市是向上升的 現在這一分鐘坦白說 好像上面的紅政也挺多下的 所以市場會否突然間咬腰幾百點 夾上去呢 不排除這個可能性 但任何的抽升都是其實上有因素 沒有甚麼特別的意思 因為最終股市除了要看外圍 看資金流之外 看企業盈利的前景之外 都還要看內地的政策 內地的政策對香港股市的影響力 是越來越深遠的了 如果政策仍然還是緊箍 或者仍然以整頓為主的話 港股就算上升 幅度也未必會太大 即是屬於有波幅而沒有升幅 又反彈而沒有大升 你只看美股咬著15,500幾點高台 整個形態屬於一個俗視頂的格局 港股就是沒辦法走上去 甚至今年已經由23,944 跌到19,426 是一個先高後低 而且半年下來的波幅已經4518點了 這是比如其中為大的跌幅 無論如何 審診點比較好 做好少少風險管理 好,謝謝郭Sir 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來做申報 講的股份是否有次? 郭Sir 我持有3988 謝謝郭Sir 我們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 兩位分析員和我們聊天 看看港股全日的表現 稍後再見 好,謝謝 謝謝 謝謝 谢谢观看